耶 歡迎收看爪TV 我是撞撞 我是牛奶 沒有看到爪牛合體就在今天了 爪牛是對嗎 是撞牛 撞牛合體就在今天 不過我們今天合體是為了什麼 今天有重要的任務 什麼任務 我們要來尋找有在玩手遊 以及收看爪TV的球迷 要達成這兩個任務 對 這兩個任務要同時達成 那我們現在回頭大喊 先問看有沒有人看爪TV 好 好 那我們現在 真的是Live喔 Live喔 欸 有看爪TV在舉手我看一下 跟我們揮手 有看爪TV的朋友 好多了 2300萬的人耶 哇塞 太好了太好了 我覺得今天任務已經先過一半了 先過一半 我很害怕剛才轉過去沒理我們 那第二個問題 就比較難了 對 又要看爪TV 對 又要玩手遊 沒錯 重點是還要指定遊戲是 棒球電堂 那這個任務交給你喊好了 好 哈哈哈 好我們一起喊 好 有誰玩那個棒球電堂 1 2 3 有誰玩棒球電堂 有 欸 有 有 有 那邊有一位 就是你 那邊有一位 莉莱 來 來 來 你要懷疑 就是你 欸我們是Live節目喔 來來來Live節目 同學你好 怎麼稱呼 鴨子 鴨子 鴨同學你好 今天來看球嗎 對 是資深球迷嗎 算是 平常如果不在現場看球的時候 都用什麼方式看球 都看爪TV 都看爪TV 我們絕對沒有sale喔 我們絕對沒有sale 那平常有玩棒球殿堂遊戲嗎 棒球殿堂很少玩 很少玩但是會玩是不是 知道他是怎麼玩的 大致上是不是 不過呢我們今天是對戰嘛 我們找到一個還要再找第二個是不是 剛才這邊有點太近 不然我往後面找一點好不好 誰有玩棒球殿堂 有喔 一個一個一個 有的一個玩棒球殿堂嗎 有一個 好來牛奶來訪問一下 同學你好 怎麼稱呼 劉 劉先生 你好 先問你一個問題 平常沒有來現場的時候 你都怎麼看中華職棒兄弟像 看爪TV啊 耶 太好了 那我叫什麼名字 牛奶 那我叫什麼名字 耶 很好 差點叫我去吃 我又打下去 有 這個畫面就是 感覺是一個專業的玩家 專業玩家耶 你有玩喔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 我來問一下 好 劉先生有玩棒球殿堂嗎 我真的有玩 資歷多久 兩年了吧 玩兩年了 為什麼覺得他那麼好玩 其實都是中華職棒球員 就很親近 就他們然後用他們 我也不會想玩大電盟 特別喜歡這個 因為覺得是 自己認識的球星 自己喜歡的球員 這樣是不是 然後有種 自己當總教練的感覺 對 不錯不錯不錯 這就是棒球殿堂 最好玩的地方 來 開機遊戲畫面 讓大家看一下 真的有玩 而且我們今天有玩 有互動的朋友 是不是還可以得到我們 棒球殿堂的專屬毛巾 應援毛巾 是不是很棒 所以如果你平常沒辦法進現場 看球賽的話 你只能到哪裡看 找TV 好 感謝你同學 謝謝 今天記得為中信兄弟加油好嗎 好 拜拜 我們繼續再次 我們繼續找球迷 好的好的 明明就是兄弟的比賽 卻穿一個全身懶的球迷 我也不太懂 你這樣子選 這樣子會不會有一點不太合理 同學同學 就是你 就是你 怎麼稱呼 我叫君文 君文 這是哪個球隊 兄弟 兄弟 你今天穿懶色是什麼意思 我穿懶色 我真的是覺得很好奇 有沒有玩過棒球殿堂 這個手遊遊戲 有有有 真的假的 你有玩 我有玩 資歷多久 幾個月而已吧 幾個月 你知道你待會PK大魔王 是玩了十年經歷的棒球殿堂 這麼久嗎 對 差不多 你還是胚胎的時候 他就開始玩了 還沒生啊 對 好 那今天就是你了好不好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但我們今天就突然決定是你 你要待會要跟我們進行棒球殿堂的遊戲PK 好 你準備好了嗎 好的 那我們馬上就進行今天的爪TV的棒球殿堂PK儀式 我們走 嘿 沒錯 再次回到現場 怎麼多了一個同學 同學怎麼稱呼 訪問一下不要害羞 我叫阿柯 平常有玩棒球殿堂嗎 有啊 有啊 對 經過我們剛才訪問過上千萬位的這個球迷啊 還有遊戲玩家 終於選中了命中注定的兩位同學 今天要進行我們的棒球殿堂的PK 好的 那麼我們就帶著兩位同學來進行我們的棒球殿堂PK戰 一二三 嘿 沒錯 接著我們就來到了我們爪TV的棚妹 今天來到這個棚內呢 要來玩我們棒球殿堂的PK戰 這個PK戰要怎麼玩呢 我們來進行VCR 規則是兩人先隨機抽出球隊 隨後依據那隻球隊給的陣容進行四局對戰 對戰獲勝者就可以成為爪TV魔王的挑戰者 如果平手的話 我們將以改代權進行揍死戰 嘿 看完了VCR之後呢 兩位同學知道遊戲規則了齁 所以接著呢 我們就要進行我們桌子上四隻手機的盲選 來請拿起來 我就從藍色同學先來公布 請問你拿到的球隊是 中信兄弟 中信兄弟 對 熟悉吧 剛好是 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那你拿到的是 還瞇牌 你瞇什麼牌啊 不就是這個螢幕而已 富邦 富邦 喔 這麼巧 所以是今天的對戰賽耶 那首先來訪問一下我們藍色同學 君文同學 你選到的是中信兄弟的戰隊嘛 那依照這樣的打訓 你打算今天怎麼安排呢 是 我就照原本那個兄弟的先發一模一樣 那接著我們再來問一下 來 另外一個 民科同學你好 你今天拿到的是富邦戰隊 那在富邦戰隊的打擊排序當中 你打算怎麼打呢 比較常玩遊戲 那我覺得說 那個數值高的 戰力比較強的 就把它盡量往前面排 然後就是以數值取勝 看來兩位同學他們的戰術是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誰會獲勝呢 Let's go 我們歡迎牛奶進場 大家好 這樣子我們就進入到球瓶模式 沒錯沒錯 那所以牛奶今天是負責柯柯這個戰隊 柯柯 那壯壯這邊是負責霸氣小文戰隊 有夠宅的名字 不錯 名字取得滿好的 那我們兩位同學你們準備好了沒 好了 準備好了 那我們進行遊戲PK 柯柯這邊今天的先發投手是蘿莉 其實現在畫面都做得非常逼真耶 對 非常精緻耶 不過今天要搶快對不對 我們比賽四局了 四局而已 所以誰先拿下分數 贏面就很大 是 有富邦先攻 對 目前要對上的是萊芙利亞 是的 好球 這遊戲真的很逼真耶 真的 還要對準 揮棒 對 有 好 出局 藝人出局 第一棒是張正偉嘛 那現在是王正堂要來對決萊芙利 我發現這滿考驗我們的眼力的 對對對 不過他真的做得非常的逼真 而且我覺得 球員的一些習慣動作啊什麼的 像那個萊芙利在投球的一些習慣動作 做得都滿真的耶 我發現這個揮棒的時機要抓得非常的準 對啊 這要練夾子 主神好球帶快一點啊 有機會 泡泡泡泡泡泡泡 投手方向的滾地球 刺殺再一雷 穿 哇 Nice Play啊 哇 柯柯厲害喔 我發現這個球員做得真的很逼真 連身材好像都有一點 對 對 很像很像 胡東榮是瘦的 現在曾子嫻就有一點微胖 嗯 欸 不好說 哈哈哈 沒關係 他不會生氣的 看會不會之後做啦啦隊 哈哈哈 這 哎呀 感覺來福利有那個喔 慢慢附上那個喔 可以不可以接到 耶 耶 有沒有強災本壘 有得分了嗎 喔 柯柯 率先取得1比0的領先 是 成功攻上二壘 發起小文你的得點圈 就在這裡了 對 輪到林志勝 這個時候林志勝會怎麼樣呢 會來一支拳淚打 需要 哎呀 打圈打圈 小文喔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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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沒辦法 我們的柯柯完全 手下不留情的 秒殺了我們的霸氣小文 我們這一場棒球殿堂的決勝戰呢 就由我們的柯柯獲勝 對 那柯柯現在要晉級 要挑戰我們這一次PK賽的大魔王 究竟大魔王是誰呢 讓我們來看VC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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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大魔王現在已經來到現場了喔 歡迎我們的大帥 愛棒球的榮心大家好 我不是楊正田我是曹大帥 大家好 好 這一次大帥呢 也是我們棒球殿堂的配音球品啦 那所以棒球殿堂為大帥準備了一個非常特別的陣容 聽說裡面最好的陣容都在我這邊 最好的陣容都在你這邊 那不知道我們柯柯打不打得贏 也是不要打贏啦 因為你是富邦漢 好 那我們現在就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囉 好來看一下大帥的最強陣容是什麼呢 這是蘇莎耶 蘇莎喔 要對上的是富邦漢將的蘿莉 來囉來囉 大帥怎麼樣 心情如何啊 蘇莎最近不知道狀況好不好 自韓國開始以後就被電了 你不要撈開 這是最強陣容 林鴻玉喔 好 來來來 全部都是亮晶晶耶 讚的讚的 這個正常人要玩多久才有 王柏龍喔 左外也有王柏龍 好 那蘇莎率先要面對到的是張正偉啊 來我看一下 大帥加油 打出去 漂亮 漂亮 好 藝人出局 王正堂 王正堂 堂堂喔 蘇莎穿兄弟的球衣 哇塞 可可 可可 你看球太快了 他沒辦法會棒 嗯 SOSA的速球嘛 唉唷 你看曲球 大帥不得了喔 開玩笑耶 我補習補一個多月耶 呂 旅日就是不一樣嘛 攀壘方向滾地球 林鴻 刺殺出局 兩出局 我們整個內野都是 NAMIGO的耶 那兄弟的在哪裡 對啊奇怪 兄弟的在哪裡 這穿著黃色球衣的NAMIGO 要對上的是林哲瑄 好 一個好球 欸 大帥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這個配球是自己配嗎 當然的啦 對不對 你看看 三上三下 哇 三上三下耶 要打擊這個部分就 開玩笑 來 第一棒我們要逛紅不浪 直勝喔 同學 同一隻全力打擊 有了 強陣 你看看 啊啊啊 欸紅不浪 你出去了啦 紅不浪 真的真的 欸欸厲害厲害厲害 好 現在輪到的是 蔣志賢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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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抓一下他的配球 抓一下他的球路 有了 沒有 有你看 那麼遠 欸有了欸 有沒有 出去了嗎 嘿嘿 出去了嗎 專局兩轟 欸 他加油而已啦 來 剩下了 對不對 一下子就三分了 拿特殊陣容就是不一樣 這樣好嗎 這樣對不對 拿全專卡陣容的大帥 持續幹話中 有了嗎 有 有 打滑了打滑了 快跑快跑 直接按本咧 你按本咧 啊啊啊啊 不會有 唉 教練在說要聽啊 抓到了抓到了 紅綠燈壞掉了嗎 紅綠燈 哈哈哈 國輝喔 國輝沒關係我們不用怕他齁 我們是所殺 是曹大帥 對對對齁 來齁我來一個捕手配球齁 好不要跟他說是什麼球 喔 紅中咧啦 齁齁 洪一中嗎 哈哈 兩號球了 兩號球了 來個再見三陣 好好配球 快點快點快點 快快快 欸 欸 結束了嗎 結束了 兩奶 手速沒有讓我們抓TV撈開 怎麼叫做大魔王 對不對 好苦練一個多月耶 4比0 拿下了勝利 謝謝棒球殿堂 希望大家繼續玩棒球殿堂 對 柯柯要不要來講一下 那等我以後練起來卡片強一點 再跟大帥PK 好喔 可以 我等你喔 今天棒球殿堂準備了一個大 我剛剛看的時候就覺得 很想要 這麼大袋 今天我贏球不贏耶 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地主嗎 你要不要這樣送一下球迷 雖然我覺得很想要但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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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按扛嗎 等一下 不然我們等一下再分 等一下再分 我幫他爭取一點福利 好喔 可以喔 那你會分我嗎 不要給你喔 我會給那個柯柯耶 因為他今天讓我 所以我要去看看 沒有沒有沒有 好 那我們一樣謝謝棒球殿堂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這個手遊喔 說不定一起進去裡面看大帥的聲音 也可以遇到他 對對對 好大家繼續支持棒球殿堂這個手遊遊戲 加油